说到马尔代夫呢,大家肯定会马上联想起洁白的沙滩,碧蓝的大海,还有最具特色的水上屋,那可是人间天堂。 但是2月7号,在马尔代夫爆发的局势动荡,让这个天堂一去不再了。 而如今,动荡的局势已经过了快一个月,现在的马尔代夫还能够恢复天堂呢。 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来看一下。 马尔代夫是位于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由1200多个小珊瑚岛屿组成。 首都马类是整个国家地理面积最大的一个岛屿,面积1.5平方公里。 进入这座首都,感觉不到任何局势动荡的氛围。 商店、饭馆都在正常营业,街上民众也是神态悠然。 来到马类最大的渔业市场,买卖交易仍然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码头上停泊着大大小小的渔船秩序井然。 所以, even with the change of president, the former president is also freely walking around the country, and also the current president is also very normal. So, we are back in power, and we are doing our normal business, and for tourism, it's very saf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